哈喽大家好,我是夏浩,欢迎来到周末频道 每个礼拜用几分钟时间帮你快速理解复杂的时事 最近我们的ex交通部长魏嘉祥 跟我们的现任交通部长陆赵福又吵起来了 一边在骂讲,哇,现在飞东马机票一张三千多块 还贵过出国啊,有没有搞错哦 东马人是真的没有人权的咩 另一边就回应讲,brother现在是Raya 这个价格是正常的啦 你自己都做过交通部长,你不懂的咩 反正两边就为了这个机票的事情吵来吵去半天 不过我们就很好奇哦 这个东马机票的问题 其实每一次过年过节还有大选的时候 都会拿出来炒一次的 怎么换了这样多次的政府 东马的机票价钱还是一样贵的呢 是因为东马人个个都很有前世嘛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透过这一次的时间 看看魏嘉祥跟陆赵福在炒什么鬼 还有东马机票的问题到底要怎样解决 不过在开始之前啊 想要借你三秒钟的时间帮我们底下订阅 支持小小的马来西亚创作者 谢谢你 一二三 ok 点好了吗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咯 这次交通部长大战的事件 讲到底是很简单的 一开始是魏嘉祥在他的FB上面 点名交通部长陆赵福讲 阿后 飞一个东马的机票贵到降值 你解释一下 是不是要给那些航空公司趁机撈一笔 然后陆赵福那边啊 很快就回应讲 哇老喂 Raya都要到了 Economy Class早就卖完了啦 阿翔 你看到的是Business Class的价格 当然是贵的 你自己都做过交通部长 可以不要Business 跟Economy Class都分不清吗 啊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单纯而已 大家笑一笑 魏嘉祥回家睡觉 双牙 越想到啊 魏嘉祥直接拿出三架手机 来打脸我们的陆赵福哦 他就用三架手机去search同样的日期 发现经济仓真的就是要三千多块 所以魏嘉祥就讲 拿拿拿拿拿 阿后 你有什么解释 那现在球就回到陆赵福这边了 陆赵福回应讲 那个是因为哦 你阿祥是用AASIA的apps 去买马航的机票 你这样不就是跑去Mandona买KFC 有没有搞错哦 啊这个比喻真的是陆赵福的原话来的哦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政治人物讲话真的是很幽默 可是去Mandona买KFC也是正常的嘛 就像你们要看帅哥暴时事 你们都是去看BBK卢卡斯 而不是来看我们周末 明明我比较帅呀 OK啦 一个机票的价格 check一下就看到了 周末可以有这样多不同的讲法的呢 所以也有一些媒体就去check 像是Astro的新闻报报刊 就查4月20号这一天 从吉隆坡飞往陡湖的飞机票 结果发现 哇 魏家乡真的是乱乱讲呢 哪里有一张票3000多块 是要5000多块啊 逮老 而且不是直飞 是要转来转去 8个小时才会到啊 不过这样夸张的价格 其实真的是不同网站的问题来的 所以就有人反过来 直接去官网 拿同样的日期跟地点去查 发现其实只要1000多块而已 陆赵福是没有讲错的哦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 虽然飞东马机票 没有魏家乡讲的这样夸张 可是整整千多块飞国内而已哦 还是很贵的 飞北海道飞台湾都不用到这样贵啦 怎么会搞到飞国内比飞国外还贵的呢 是因为东马真的是要被独立出来哦 是吗 东马机票贵 这件事情其实都是这样多年以来 马来西亚政府一直都在面对的问题 马来西亚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 开放机票价格市场 从此之后啊 机票就好像汽油一样 会跟着市场的需求跟供应去浮动 然后每年过年过节 很多人都要巴雷干绷 机票的需求变高 价格就跟着变高 尤其你飞东马 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选的哦 每个人一定是要买机票的 那机票当然是会贵啦 而且买机票这种事情 通常来讲都是 日期越靠近会越贵 所以很多网友就讲 你最近才买Rain的机票 肯定是很贵的 你自己没有规划好 不可以怪政府的吗 不过有时候也不是这样讲的 因为很多时候是 你没有办法提前规划 像是很多读书的学生 都要等学校公布奖 几时Send Break 几时放假 你才可以知道 假期在什么时候 或者像是大选 也是要等选委会公布日期 你才会知道 几号你要回去投票 然后就算你提前知道了啦 大家都是差不多 那几天放假 如果每个人都提前买 机票的需求 也只是提前变多 然后提前变贵而已 所以放远一点来讲 最后还是要有人买贵的机票的 那你是东马人就很衰咯 这一次轮不到你 迟早都是要轮到你的 所以政府一直都在想办法 调整东马机票的价格 2018年 西蒙政府上任的时候 陆兆福就是那个时候的交通部长 他就有跟大马航空委员会讨论过 是不是可以帮机票是一个顶价 这样就不会随着市场的需求变高 价格也会无限的变贵的情况 后来他们商量了之后 结果是没有办法的 原因也很简单嘛 你这样搞航空公司 不是统统吃大便 因为航空公司平常比较冷门的时间 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他们就是要靠旺季 去赚一笔大的 去cover淡季的亏损 如果你制定了顶价 影响到航空公司的收入 航空公司也不是笨的嘛 到了那个时候 人家冷门的时间就全部不要飞 反而会变成那些平常有需要飞去东马的人 全部都买不到机票 一样是很假辣的 所以当时候政府可以做的 就是叫航空公司在拉雅期间多飞一点 希望可以降低机票的价格 然后到了去年拉雅的时候 就轮到了这次 是人家的魏家乡做交通部长 那个时候他也是给人家骂 东马机票太贵的哦 而那个时候交通部的处理方式 是把假节期间 飞往东马的机票价格下降30% 那么航空公司那边有没有解释过 为什么飞东马机票会降贵的呢 真的是因为坐地起价 想要趁机赚一大笔吗 马航的CEO就有出来讲过 马航也不是故意在 假节期间调高机票价格的 这是因为全球的航空公司都是这样子的 票价跟着需求 供应还有日期会浮动的 他们可以做的就是在 假节期间增加航班跟位置 这样子来去平衡市场的需求 可是这些都只是一次性的优惠 或者暂时性的调整而已 每年过年过节大选 飞东马机票很贵的问题 又会再来一次 不管是谁做交通部长 都还是会面对同样的难题 你去管制的话 就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营收 不管的话 对东马人又很不公平 到底该不该管呢 我们觉得 政府还是应该要介入 去调整国内航班的价格 因为东马跟西马之间的往来 唯一的选择就是大飞机 不可能会要你游泳过去的吧 所以如果你机票价格太贵 人民因为不够钱 就没有办法回家过年 过节投票 哇 东马人这样子真的是很没有人权的哦 可是政府要介入 到底要怎样做呢 最近沙拉越政府就提到一个方案 让州政府自己来成立一个 航空公司 这样子就可以去稳定 东马西马的飞机价钱 安华也讲他原则上统一这件事情 可是还是需要经过内阁的讨论 如果真的是可以透过州政府的能力 去减轻东马人回甘凤的负担 这样就真的是解决了 马来西亚政府十几年来都很头痛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哇 开一个航空公司有这样容易吗 你记得我们的亏钱一哥马行吗 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 你又去挖另外一个大洞来跳 这样子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是觉得这些钱做么不要直接补贴给东马人就好 一定要搞到这样复杂的 哎呀 不过我是医生不是飞机师 有些东西可能我也不懂啦 如果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很欢迎你留言跟我们讲 我是真的真的很好奇 OK啦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 欢迎你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 陪你一起了解复杂的实施议题 我是家豪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